这对姐妹被当作女巫正处于绞刑 可无论用什么方法 都不能伤到她们分毫 教会的人极其恐惧 将她们视为行走在人间的恶魔 为了削弱她们的力量 神父将妹妹强行关进了这个人形铁笼中 不顾她的哭喊 将她沉入海底 再一次又一次的溺水中复活 无限死亡 又无限重生 因为她的痛苦是真切实地的 反复想要挣脱牢笼 可却又无能为力 原来这对姐妹是世界上最早出现的永生族 拥有不死不灭之身 她们并肩作战了近千年 参与过无数的战争 然而这场猎物活动 姐姐安迪侥幸逃脱 但却失去了妹妹的下落 从那时起她一直寻找妹妹的线索 可惜却毫无收获 时间转瞬流转了500年 安迪终于陆续续找到了其他三名永生者 并决定组成一个雇佣兵小队 他们在暗处默默奉献 穿梭于战乱之地 帮助无辜的人们 用自己的力量守护弱者不受邪恶势力的侵害 这一天他们的一个老顾客 钟情局的黑哥向他们委托 前往营救被绑架的十名儿童 因为长久以来的正义感 几位永生者迅速赶至行动地点 他们神出鬼没 隐没于黑夜之中 凭借着几百年来的战斗经验 三下五除二地解决了门口守卫 然而当他们最终来到囚禁室中时 却发现这里空无一人 寂静地令人生畏 突然一束探照灯亮起 刺得他们几乎睁不开眼 安迪直觉意识到他们上当了 紧接着 暗中埋伏的黑衣人从里面喷涌而出 将几百发子弹全部倾泻到他们身上 四位永生者毫无防备之下 瞬间被彻底击垮 似乎陷入了无法回天的绝境 然而就在敌方老大确认几人死亡后 他们所不知道的是 死去的安迪的瞳孔慢慢归位 伤口也在飞快地愈合 甚至连敌人的子弹也被身体顶了出来 复活归来的几位永生者 对黑衣人展开了猛烈的反击 他们配合默契 每一招每一事都是有几百年的磨练 安迪作为队长 手持黑切 开始大杀四方 瞬息之间所有敌人就被他们迅速解决 完事之后 队长安迪仔细检查了现场 意外地发现了一个隐藏在角落的摄像头 而在摄像头后面 正是中情局的调查官黑哥 原来这一切都是他精心策划的 他早已经布下陷阱 只为了得到关于永生族存在的确凿证据 这个录像将会证明永生族的存在 对他们来说是前所未有的威胁 另一方面队长安迪意识到他们的身份已经暴露 为了避免陷入更大的危险 他决定让队伍先隐一百年 等待那些知情的人全部逝去后再重新聚首 他们需要时间来平息风波 保护自己和永生族的秘密 然而在离开的火车上 几人竟然同时做了一个奇怪的梦 他们梦见一个女兵被人抹了脖子 当场失血过多死亡 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 两个小时后那名女兵竟然苏醒了过来 就连脖子上的伤疤都完全消失了 这让旁边的士兵们惊慌失措 甚至连平时最亲密的闺蜜都认为他是个怪物 而这一切竟然都在几人的梦中同时发生 他们深刻意识到 又诞生了一个新的永生族 队长安迪毫不犹豫地决定去营救他 因为他知道这个新生的永生族需要引导和保护 没过多久军营长官收到上级命令 要将女兵送回国进行秘密检查 容不得他违抗命令 军营长官派来了两名壮汉 试图强行带走女兵 然而就在关键时刻 安迪及时出现 几下就解决了那两名壮汉 然后一拳将女兵也打晕 抱起她迅速离开现场 没过多久女兵醒来 发现自己躺在后备箱里 她果断地跳车逃跑 然而安迪并不急于去追她 反而对着逃跑的女兵瞄准了一枪 然后静静地等待她复活 两分钟后女兵从痛苦中再次醒来 队队长大妈为何要朝她头部开枪 随后她拿起一把刀朝安迪胸口刺去 然而在安迪震惊的目光中 她淡定地拔出刀 伤口也在瞬间愈合 此刻女兵终于明白自己和安迪一样 拥有永恒不死的能力 她决定跟安迪回去 搞清楚这能力究竟是怎么回事 很快两人与其他三人会合 尽管他们平时行动时下手很辣 但实际上非常友善 他们彼此理解 因为他们都经历了无尽岁月的征战 彼此间有着难以言表的默契 小布是成员中最年轻的 已经过了200多岁的高龄 她曾经参加过拿破仑的战争 积累了丰富的战斗经验 而另外两位成员更是拥有千岁的高龄 在漫长的岁月中 见证了无数的战争和变迁 从至死仇敌到挚爱一声 然而女兵听到队长妹妹 被扔进海底 遭受地狱般煎熬的消息后 对永生族的命运感到难以接受 她开始对成为永生族产生疑虑 甚至不愿继续拥有不死之身 安迪查觉到黑妹的情绪 急忙追出去安慰她 但就在这时屋内突然传来剧烈的爆炸声 他们急忙返回 只见成员小布已经被炸得面目全非 情况非常危急 另外两位成员也不知所踪 安迪立刻呼喊并寻找 幸运的是小布的长子还在找回来 她虽然受伤严重 但幸运地保住了性命 愤怒之下安迪拿起武器冲了出去 面对一支敌军 她毫不犹豫地展现出几千年的战斗经验 灵活的身法和致命的杀招让敌人束手无策 她独自一人迎战 将敌人一一击败 很快就将他们全部团灭 安迪的勇气和战斗力 让黑妹再次感受到永生族的力量 另一边被抓走的两人深陷淋雨 被带到了一家制药公司 原来调查官和该公司勾结在一起 企图利用队长的基因造福世人 那两人被束缚在手术台上 他们在毫无麻药的情况下 遭受着残酷的钻孔和折磨 黑哥亲眼目睹这一幕 感到自己被蒙骗 安迪终于找到了调查官的藏身之地 准备展开行动 然而黑妹却在此时选择退出 她不愿意参与杀戮 只想回到自己的家人身边 队长尊重了她的决定 给了一把手枪防身后让她离开 不过在回去的路上 黑妹无意间发现手枪里竟然没有子弹 这把枪是小布给队长的 这意味着小布可能叛变了 黑妹心中矛盾重重 她不确定该继续前行 还是回头寻找安迪 最终她决定帮助安迪 故事走向愈发扑朔迷离 当安迪将枪口对准调查官时 小布背后却对她开了一枪 原来小布早就与调查官勾结在一起 她的真实目的竟然是为了寻求死亡的方法 希望解脱自己的痛苦 然而她发现安迪的伤口并没有愈合 意识到她已失去永生的能力 内心充满愧疚 但遗憾的是后悔已无法挽回 大批黑衣人出现并将他们俩抓走 不久后黑妹找到了调查官 并对其实施了报复 得知制药公司的地址后 她决定前去解救安迪 在闯入实验室的过程中 她不断受伤却不断复活 凭借着不死的能力 黑妹成功解救了几位队友 安迪在实验中失去了斗志 但黑妹及时将调查官提供的资料告诉了她 原来百年前 安迪曾救下一家难民 随后他们的女儿成为医学界的翘楚 拯救了无数生命 得知这一点安迪找到了自己存在的意义 重新获得了自信 整个小队再度发起反攻 每个人都发挥出默契的配合 虽然安迪失去了永生的能力 但其他人挺身而出 为她挡下了许多子弹 帮助他们成功杀入大楼顶层 在最后的决战中 黑妹和老板一同坠楼 背负着誓死的决心 在损毁的车中 黑妹的身体在缓缓地复原 她从此也成为了几人的一员 最终小布因为背叛被驱逐一百年 而黑妹也认可了永生族的观念 加入了小队 在影片的最后 他们一起找到调查官 请求她帮忙掩盖永生族的痕迹 虽然调查官早已愧疚自责 但她同意了请求 两年过后小布回到老家 却发现一名女子闯进了她的家门 仔细一看竟然是被关在海底 五百多年的安迪妹妹 虽然影片没有详细展示 她如何逃出困境 但从她的眼神中可以看出 妹妹仿佛黑化 复仇计划似乎即将展开 影片中充满了战斗与复仇的故事 每个角色都背负着 不同的过去和秘密 永生族的存在 让他们经历了 无尽的岁月和磨难 同时也考验着 他们的信念与情感 影片的故事情节紧凑 扣人心弦 充满了紧张刺激的战斗场面 每个角色都背负着 深重的过去和痛苦的秘密 而他们之间的羁绊 与情感交织着整个剧情 尤其是队长安迪 他作为永生族的领袖 经历了千年的战斗 他的成长与反思 成为影片的核心主题之一 队长的复仇心 和对永生能力的思考 让观众感受到了 一个拥有不朽生命的 战士内心的挣扎与纠结 同时也让观众 思考生命的真正意义 以及对生与死的态度